一大事因年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大事因年 我们看三藏法术 《初法伐经》 一记一识相 其信广博 顾敏伟大 如来初世度生之仪式 顾敏为事 众生既此实相而能成基感佛 顾敏为因 如来正此实相而能起因度生 顾敏为缘 一切如来初现已是 而是皆为开示一切众生本有实相 另其显得误入佛之之见 舍此者会如来初世本怀 金云 如来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次事也 这是在三藏法术 这是在三藏法术 《初法伐经》里面这段经文 所以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大事因缘 我们看《华华经》里面的经文 舍利佛 云佛明诸佛是真 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次 诸佛是真 一令众生开佛之见 使得清净故出现一次 一是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一次 一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一次 一令众生入佛之见到故出现一次 就是 这段经文里面 有讲四个重点 一令众生开佛之见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佛头才事先释现 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 一是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一次 第一个是开 开佛之见 第二个 是众生佛之之见 也是是佛之见 所以佛出现在世间 第三个重点 一令众生物佛之见故 就是物佛之见 所以佛出现在世间 第四个重点 一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 所以佛出现在世间 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你 佛讲经三藏十二部 说法四十九年 就是这一句经文 我已一大事因年 故出现一次 就是四个重点 开世误入 开佛之见 是佛之见 误佛之见 入佛之见 开世误入 所以释迦牟尼佛 提示了舍利佛 说佛陀来提示舍利佛 说什么是诸佛事真 唯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一次呢 诸佛菩萨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映化呢 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 了此这件生死大事 什么叫生死大事 我们说了生偷死 就是民心见心 让众生了解 种种的一报因缘 才出现在这个世间 那么诸佛事真是想让众生得到佛的之见 就是开佛之见 把它开启他本有的佛之见 那我们众生呢 都是怎么样呢 我们因为六根对六成 攀念其手 所以我们把本来第一恋的佛之见 我们第一恋见到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 本来第一恋是佛之佛见 什么叫佛之佛见 就是了了之了了见 清清楚楚明白 那个第一恋就是佛之见 但是因为无死者来的毛病习气 无名烦恼 见识后 沉沙后 根本无名 就把本来是佛之见 转成众生之见 所以众生就把佛之见关闭了 那众生在什么时候把这个佛之见关闭呢 就在那一恋无死无名升起来的时候 也就是大圣启信论里面讲的 一恋无名升三世 静界尽界为人掌浪恼 就在那个恋头无名升起的时候 就把佛之见关闭起来 那现在佛事件的这个事件 就要帮助我们 把这个佛事件打开 也就是六大师所开悟的 那前面四所记忆 何其事件本自清静 何其事件本自记止 何其事件本部动摇 何其事件本部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 本有的佛知佛见 所以 如果去开启这个佛知佛见 我们是必须要借修得显性的 那么在佛法上来讲 小圣是破见事后 大圣菩萨圣是破尘杀后 你再破一柄根本无名 破四十一柄根本无名 然后等到四十一柄无名破尽了入就近佛 那就是开佛言 那就是开佛言 那么你就能够动名一切诸法事项 所以 意识众生 佛知知见顾 佛出现最大的因点 就是要指示一切众生 佛知佛见 机灵众生 明白佛知佛见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引用六子大师 在跟法达禅师的对话里面 在六子谈经里面 那么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 六子谈经里面 里面这一段经文 就我们看这个原文 生法达洪洲人七岁出家 长颂法法经来礼主师 头不至地主贺耶 礼不投地何如不礼 辱心中必有一物 运喜何事也 以炼法法经 以己三千步 诗耶 如若炼至万步 得起精益 不以为甚 足以五皆行 如今户此事页 都不知过 听五纪耶 离本则漫床 头戏不至地 有我罪记生 王公 胡无比 那么这一季 最继经文的意思 我们把它小吻一下 在六子大书 谈经里面 这位法达禅师 他是洪洲人 他七岁就出家了 藏颂法法经 他颂法经 送到三千步 这个三千步不简单 所以他就有一个不简单的这个练头 他这个执着 他说我不简单 我练三千步 所以他来顶礼六子大书的时候 头不着地 就是没有恭敬心 有点傲慢 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读三千步法法经 所以他有这个三千步法法经的执着 我们知道 法法经如果你真送的话 用功的送 一天一步大概没问题 一个月三十步 一年三百六十五步 如果你要送三千步 大概要用十年 连细送都不能休息 不能休息 连细送 十年应该可以完成三千步 因为法法经是个大步头的 所以这个法达三世也不简单 但是因为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我值跟法值没有破 我有三千步 我有读法法经三千步 那个我还在 你看那个我像还在 那就有人像跟众子像跟寿左像 所以他还有我值在 还有法值在 他就见不了性 所以他的傲慢心还在 头不着地 六大师就呵斥他说 理不头地何如不理 你头不着地 你干脆不要理 理是恭敬心 你没有恭敬心 你干脆不要点理 阴光大师说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那你不恭敬你就不要理 所以六大师说 你心中一定有一物 什么叫遗物 不是说他有个东西 就是他有一个执着 他有一物就是有一个执着 那这一物是什么 这一物就是我读法罚亲 三千步这个执着 所以六大师马上看出 法达三师心中有一物 那本来是无一物 所以你只要放不下 就有一物 六大师说 问他 运行何事 你平常是怎么修行的 你平常是怎么修行的 法达三师说 我练法罚亲已经到三千步了 六大师说 你就算练到一万步 你可以讲出这个经历 这样够殊胜了吧 如果你练了一万步 而能够去明白这部经的妙意 那你给我平起平坐 这以武皆行之位 你给我平起平坐 那么你今天辜负了这个事业 什么叫事业 你作为一个修行者 你的事业是什么 你的事业是了生托死 出山最了生死 你的事业就是明心见性见性生活 你今天辜负的这个事业 你还不知道过错在哪里 那六大师说 恕他一所祭 离本择漫床 头是一步置地 有我最祭生 王公福无比 他说 离尽诸佛 本来是要择护我们的漫心 我们的漫心就像床这样这么高 就像虚明山这么高 藏住你的菩提 那你躲不着地 就表示你有我在 你有我职在 那有我就有罪 你整个功德就没有 施济功德 施济福报 王公福 施济功德也施济福报 这是无量无边 那华达禅师就跟他讲 华达禅师当时被这么 六大师这么一责备 自己起了一个忏悔心 所以他送三 他送这个 他送三千步也不是没有福报 他就告诉六大师说 华达达 我们看这个经文 华达达 学人根性一顿 只按照经文送念而已 哪能知道经的中序呢 华达达就回答说 我的根性很一顿 我只按照经文送 我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 哪能知道经的中序呢 六大师说 师爷 我不是文字 如是其今颂一遍 无当未如解说 法达记高僧炼金制匹育品 师爷指 此今原来以因缘之事为中 众说多种匹育 亦无悦以此 何者因缘今云 诸佛是真 唯以一大事一年出现一世 一大事则佛之之间也 这一段太重要了 六大师 他不能是文字 可见见性跟文字无关 所以我们在大圣启信里面有讲 一切把从本以来 理颜收相 理明治相 理心颜相 必尽平等 无有便意 不可破坏 为是一心 顾名真如 那这个地方六子大师 请法达禅师 送一段法法经给他听 六大师跟他说 无不是文字 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世俗的人就会觉得说 你不认识字 你怎么会讲出最不好化经的意思呢 因为 这个文字 禅宗里面讲说 不立文字 为什么他不立文字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破烦恼障 跟破所知障 所以 自信跟文字无关 自信 跟开悟有关 简单的说 只问开悟不开悟 无关 禅定卸透 外道也有禅定 但是他没有开悟 所以这个地方 六大师说我不认识字 你拿一件法法进来读一遍给我听 我跟你解释 所以证明 大圣其心论里面说 述故一切法从本以来 理言说相 理明志相 理心言相 必尽平等 必尽平等 无有便义 不可破坏 为是一心 故名真如 所以 我们自信 它是离开言说相 所以禅宗里面讲说 心心处命 言以道断 就这个意思 理言说相 理明志相 理明志相 也是一样 言以道断 理心言相 他必须要离开 禅宗里面讲 离开心意识参 你第六诗的分别 第七诗的莫纳执着 第八诗的阿赖耶诗 所以 心意识 只能言到阿赖耶 不能言到真如自信 所以他 理心言相 为什么必尽平等 因为 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佛没有增加一分 凡夫没有减少一分 所以他必尽平等 本质即止 无有便义 为什么无有便义呢 你成佛的时候 他非负自信 你多了到地义的时候 你的自信 也没有便义 所以不够不净 不可破坏 自信 他火不能烧 水不能淹 刀不能砍 所以不可破坏 所以六十大师就说 那你读一段 你读一遍给我 给我听 我帮你解说 华达禅师 就高僧练经 练到匹义品的时候 六十大师说 直 就是好 到这里 他说 这本经 就是法伐经 原来就是 他 从头到尾 以一年出世为终 就是佛为什么 出现在这个世间 一大师一年 以这个做终趣 众使说 众说 多种匹益 佛陀在法伐经 里面用各种匹益 比如说 佛陀在法伐经 里面 也有讲说 一个大长者子 一个大长者 他的儿子流浪在外面 变成一个乞丐 佛陀为了度他 用各种方法 来匹益 所以我这个房子 这个桃宅 跟我这里面的精灵住宝 都是你的 那个乞丐不敢相信 那佛陀只好 用这个匹益的故事 来引导这个 匹益这个 流浪在外的这个乞丐 到这个大长者的家 做长工 那这个就是一个匹益 这个大长者 就是我们的自信 那个流浪在外的 那个乞丐 就是我们迷惑颠倒 轮回到六道 去流转生死的 那个 我们的 我们到六道里面 去轮回生死的 这个叫做 那个流浪在外的 这个乞丐 还有在佛陀 所在佛陀经里面讲的 山车 牛车 羊车 路车 还有大白牛车 这个比喻 三界火宅 这个比喻 三界轮回就像一个房子 快烧掉一样 这个房子里面 这三个小朋友 有一个路车 一个阳车 还有一个牛车 这就表示菩萨圣 圆节圣 圣文圣 那这三车呢 代表三圣 三圣也是方便 他不能够处理死法界 不能够入一真法界 所以佛说 一个大白牛车 那一大白牛车 就是自信 就是开悟自信 就是成佛 在外面等你 这用这种种种比喻 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一大事 一年这个范围 何者一年呢 六大师说 什么一年呢 经营 诸佛事真 我以一大事 一大事一年出现一世 一大事则 佛事件 就是这件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佛知佛见 那再下来 六大师就 再跟法达禅师开示了 他说 世人外米着相 内米着空 若能以相离相 以空离空 既是内外不明 若物此法一念心开 是为开佛之见 佛由节也 分为四门 开觉之见 世节之见 误节之见 入节之见 若稳开示便能误入 即节之见 本来真信 而得吃现 所以六子大师呢 他的开示 是非常活泼的 像六子大师他跟我们讲说 我们归佛 归法 归生 归佛 归绝 归法 归正 归生 归进 归一 自信的绝正 禁 叫自信三宝 那你看这个地方六大师就跟你讲 四个门就是开觉之见 就是开佛之见 那四觉之见就是四佛之见 那悟觉之见 就是悟佛之见 那入觉之见 就是入佛之见 开示悟入 那六大师又说 世间人 外米着相 念米着空 那世间人就是什么 就是一般六道凡夫 执着这个庙有 那二圣人着空 如果能够以向离向 以空离空 就是念外不明 这样的话 能够明白 能够误这个 这个 延起信空 以向离向 以空离空 破这个我执 破这个法执 念外不明 这以恋心开 就是明心见性 那就是开佛之见 那么这一段我们特地把这个一大四英年 我们又引用法伐经的这一段经文 还有六大师对一大四英年的开示 我们之后这样跟各位分享